记者黄美朱新浦报道,新浦镇公所新行政大楼虽已经启用,但仍宴收中,未来搬迁进驻后,镇长领保路计划把旧公所签动转做文创中心,后动结合镇带会议试堂,调解会等,除做社区使用,令透过县府争取到前瞻基础建设经费,未来将开办新浦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照顾全镇400多户新住民丹秦原住民等弱势家庭领导两岁幼儿,新浦镇长领保路说,新行政大楼计划会在今年3月底以前完成验收,届时将花半个月时间办理搬迁。 新的行政大楼一楼除了游客服务中心,令会安排民政、农业观光以及社会三个跟乡亲接触比较密切的客室便利乡亲洽工。 二楼则规划作为行政、人事室以及建设客,另外镇长室也在这个楼层。 三楼除了档案室,另将规划有500人的大会议室,提供全镇大型活动会议商讨使用。 至于旧的行政大楼,林保路说,前栋一楼将做K书中心,而为了这个K书中心,他计划号召镇上的青年军一起加入志工行列,除了客服,也提供青少年各方面的协助。 前栋二楼则将做成展览室,里面将收集陈列新浦镇知名的青年各方面的得奖创作,作为常设的展览提供来客认识新浦各界的青年财情。 后动除了将提供市区四个没有活动中心的社区举办活动使用工作业维。 经透过县府社会处向卫福部争取到前瞻基础建设近500万元,年底前要把代表会议室堂加上调解会的空间开办成新浦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林宝璐说,未来这个福利服务中心主要提供家庭关怀、社区福利咨询、亲子活动、资源转介等服务。 对象则是锁定阵内400多户有18岁以下孩子的弱势家庭、单亲或亲住民或是原住民以及隔代教养的家庭等。 让这类家庭0到2岁的儿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公共托育服务。 感谢观看